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7.1的这个例子 他前面讲的很长 那我们简单的来讲 他想要知道 从两个小岛上面来的某一种动物 他的雄性动物的成体的体重 变异是不是有不同的 这个东西有一个key word 要注意 他讲的是变异是不是不同 那有的时候他会问 平均是不是不同 那这个test就跟变异是不是不同 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那个key word 最后的那个理句话的时候 或者是在前面的时候 他的叙述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要去找那个key word 他到底是要test说 两个族群的new 是不是相同 还是要test两个族群的variance 是不是相同 那个key word 要挂出来 他一定会讲说 他的体重的变异是不是不一样 virus 那你就知道是在test 他假如是在问说 所以他问的是 两个小岛的那种动物的雄性成体的体重变异是不是相同 所以有两个小岛 那一个叫location 1 location 他是用的是A 那location B 那当然在这两个location 所有这种动物成体的雄性呢 就是变成一个族群 对不对 那从这个族群里面 random的选了一些样本出来 在第一个location location A的时候 他取了几支呢 取了13支 然后看他的体重是多少 这个是他的体重 所以variable是体重 好 这是总共13支动物 从location A random选出来的这个样本 那location B呢 他的样本是这样 他只取了几支呢 只取了7支 所以两个location 一个是13支 一个是7支 那有两个样本呢 我们可以先来算一下 他的什么 他的Y bar是多少 OK 他的平均值是多少 OK 当然第一个样本的话 N是等于多少 N是等于13 这个N是多少 N2 这个N1 N2是等于7个 对不对 好 那他的Y呢 是多少 Y1的 或者是我们叫做A 好不好 因为 这个都是用AB 表示的话 我们就用AB OK 那 YA bar是多少 呢 平均值的话 是618 YB bar呢 是多少 是 551 OK 然后呢 接下来 我们知道说 要看他的体重 的变异 是不是相同 所以要算他的 这个样本的VARUS SA的平方 会算吧 每一个数值 减掉自己的平均值 把它平方起来 再除以什么 N-E 除以12的意思 得出来的SA平方呢 是多少呢 37853.17 那这个呢 SV平方呢 是多少 就是 1 1 5 0 3 7.00 OK 好 这个是基本的运算 先把它放在那里 好 开始七个步骤 第一个H0 H0 就先确认说 我现在要test的是 两个族群的VARUS 是不是相同 先把它写出来 是吧 HA 那么 我这两个族群的VARUS 呢 怎么样子 我并没有特殊的这个理由 去 来说 它是要小于或大于的 我们现在用的是什么 没有方向性的 是不等于的 然后 第三步 假如是 我们的HWA 是用多少呢 是0.05 好 第三步是 Assunctions 有几个 有两个 第一个是什么 什么是normal distribution 这个 动物的雄性成体的体重 是normal distribution 第二个 什么是random sample 我这边取出来的这个 两个样本呢 都分别的是从两个族群 random取出来的样本 好 第四个 AHA 等于0.05 第五个 Critical region 好 Critical region 首先我们要确定是什么 它用什么样子的distribution 来做test F 对不对 我们知道说 要test两个族群的 barians 是不是相同 用F 所以呢 我们先把F 抓出来 那么F呢 从0开始 F的那时候 你就要考虑到说 F是有degree of freedom 不一样就不一样的 那刚刚提过了 怎么样 你要把谁放在分子 谁放在分母 就会决定出来 我们这边的degree of freedom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你就先想一想看 你的第六部 到底是 A要放在分子 还是 B要放在分子 这个degree of freedom 就是不一样 所以假设 我们现在把A放分子 B放分母 好了 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的F的degree of freedom 就变成是多少呢 F要用谁的 多少 12 6 这样 听得懂吗 为什么 因为分子的 SA平方的degree of freedom 是多少 12 对不对 为什么12 它的NA有13个 所以是3-1 变12 分子的 不是分母的 degree of freedom 是多少 7-1 变成6 所以是看 12-6 的 degree of freedom 这个F distribution 好 来 然后 接下来 要找它的 Critical region 对不对 那Critical region 知道谁来找 R化是多少 还有 它的HA 有没有方向性 好 R化是0.05 HA没有方向性的话 要把这0.05 分 分 放在 平均放在 两个尾巴 所以一边的话 是多少 0.025 这边的 几率也是 0.025的几率 那要把这两个 值 把它找出来 好 这个值呢 去找多少的 这个值是找多少的 是找什么 F多少 这边0.025 所以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要找多少 F0.975 然后是谁 12-6的 这个数值 请你把它找出来 这个数值是多少 请你查一下表 F0.975 12-6的是多少 F0.975 这个数值是5.375 3.975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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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所以这个数值是5.375 然後接下来呢 你要找这边的 对不对 这边的是多少 我說你不要急,對不對,不要急的意思是怎麼樣子 這個是多少呢,我要找的是多少,F0.025 然後多少,是26的,對不對,你要把這個先寫出來 寫完了以後呢,你再看,F0.025,我沒有表上沒有這個數字,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把它變成這樣,F多少,0.975,126 要互換一下,分之1,612的,這樣可以嗎 分之1,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F值的查表的方式,變成這樣 好,這個值請大家查一下,F0.975,62的是多少 3.73分之1,所以這個數值出來是多少 0.27,所以這個點是多少,0.27 所以這樣子就產生了Critical region,是大於多少 5.37的,或者是呢,小於0.27到0之間的,就是要拒絕的區域 好,第六步,開始來做了 那我這邊Critical region,是用的12.6,所以我這邊就不要變了 我剛剛是用這樣子來做的,所以這個就不要變了 A放在分子,B放在分母,這個你就不要再變它了 那A的的話是多少,我們剛剛算的 我們剛剛算的,37853.17 B的話是多少,15037 得出來這個數值等於多少 2.52,第七個,下結論 我的F值是多少 自己寫齁,我唸給你聽自己寫 我的F值是2.52 2.52的話,落在2.52 在這個之間嘛,所以2.52 落在Degree of Freedom是12.6的F Distribution 的Region of Acceptance裡面,接受的範圍裡面 所以呢,我就接受H0說怎麼樣 兩個族群的Variance是相同的 也就是說呢,從這個A地點來的 跟B地點來的兩種這種 兩個地點來的這個雄性的動物的 這個體重的變異呢,是沒有差異的 後面要加上去 我了解,我有可能犯什麼 Type II Error,結束了 可以嗎? 好,就類似這樣子的 所以你假如要倒過來的時候 就倒過來囉 假如你決定後面你是要用什麼 F等於Sb平方除以Sb平方的的時候 假如你要這樣做也可以 那假如你要這樣做的時候呢 就變成這樣 類似這樣子的 但是這個時候呢 你在第五部Critical Region的時候 你要去查的那個表 F的Degree of Freedom就變成是怎麼樣 62的F 這樣了解嗎? 然後用62的這個 來做這個Critical Region 但是不管你是用這樣的方式 或者是這樣的方式做出來的結論 應該是一樣的應該是一樣的結論 所以你可以自由選擇 只是你選擇了哪一個的時候呢 你就要怎麼樣? 從一而終 不要隨便跳來跳去 你選擇了是這樣的話 你的Degree of Freedom就是這樣子的F 你選擇了這樣之後 你的Degree of Freedom就是變成成這樣子的兩句差的 了解嗎?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在下面還有另外一個例子 是第七點二的這個例子 這個還蠻有意思的 你回去自己看看 為什麼? 他想要七點二的例子 他做的工作是什麼? 是來包裝那個冷凍的草莓 他本來有一個機器 就來包裝這個冷凍的草莓 另外新發展出來一種機器 也來包裝這個冷凍的草莓 他說呢 看起來好像新發展出來這個機器 他怎麼樣? 包的比較快 OK 比較快 比較快好像比較好 但是他很懷疑說 新的這個機器呢 他包出來的這個冷凍草莓呢 那個變異是比較大的 什麼叫變異比較大? 他包的很快 但是怎麼樣? 每一包的那個重量 是這個比較撐摯不起的意思 他懷疑這樣 所以他要去做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題目出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怎麼樣? HA不是不等於的 就是RAN HA是有方向性的 要哪一邊的方向性呢? 這個就要回去思考一下 所以回去自己去看看 七點二的這個例子 那有方向性的的時候 所以你把分子分母 是放的是誰 所以你的那個critical region 是放在右尾還是左尾 就要去思考一下 這樣懂不懂? 剛剛我們已經提過的這個東西 那實際的例子自己回去看一看 那我們這邊還沒講完 假若 假若我們做出來的結論就是說 好我們最後的結論是我們接受了這個 我們接受了這個 假設是這樣子的 結論我們接受了這個 也就是說什麼? 我們透過這個F-Test 我們認為說 兩個的族群呢 the various其實是一樣的 至少我是沒有什麼理由說 他們是不一樣的 好不好? 雖然有type variable 但是我後來就接受了這樣子的時候呢 那表示說什麼呢? 表示說 表示說 我這邊有兩個族群喔 它的variance是這樣 那我取出來的樣本 我現在手頭上取出來的這個樣本 我算了一個s1平方 我這邊也從這邊 第二個族群取出來一個樣本 算s2平方 對不對? 那原來呢 我們說對族群的variance的估計值 是用什麼來估計它? 我怎麼樣來估計s1平方? 是用s1平方來估計它 對不對?s1平方 我怎麼樣來估計s2平方? 我是用s2平方來估計s2平方 對不對? 用樣本的variance來估計族群的variance 就好像很合理嘛 對不對? 好 那麼現在要講的是說 假設我透過f-test 然後接受了說 其實這兩個variance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怎麼樣? 這兩個variance其實是共同的variance 那就表示說什麼呢? 我從這個 我取出來的這個s1平方 也可以來估計s2平方 s2平方也可以來估計 這個共同的s2平方 是不是? 那到底是s1平方比較好 估計還是s2平方比較好? 這兩個其實是不同的數值 對不對? 所以假如我們得的結論是 這個是一樣的的時候 其實這兩個樣本的s2平方 都是來估計共同的s2平方的時候 我們這邊有一個新的東西 叫做sp2 p的意思叫做pool的意思 pool p-o-o-o-l p-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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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全部合在一起來算的 什麼叫做Pool一起來算的呢? 也就是說假若這個成立的話 他也是在估計它 我們就用這兩個樣本的Variance 來算出一個Pool的Variance 來估計什麼? 來估計這個共同的Sigma平方的意思 所以這個可以算Pool的Sigma平方 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之下才算 只有是什麼? 我已經接受了它們是共同的Variance 假如是後來的結論是Variance不同的話 你能不能算一個這個? 不行啊,對不對? 這個道理很直接吧 所以只有當這個條件成立的時候 我們才會去算一個Pool的S平方 來估計這個共同的Variance 好,那S平方怎麼算呢? 你回來看一下S平方怎麼算? 一般我們的S平方 S平方怎麼算? 上面是怎麼樣? 每一個觀測值減掉平均值的平方 然後有多少個把它加起來除上 N1 是不是這樣子減1? 對不對? 這Degree of Freedom 這個,所以上面是什麼? 上面這個叫什麼? Sigma square,對不對? 下面呢是Degree of Freedom Sigma square除以Degree of Freedom 出來就是S平方 所以呢,S平方怎麼算呢? 把兩個Sigma square加起來 除以兩個Degree of Freedom 出來就是我們的S平方了 了解嗎? 所以兩個Sigma square是什麼意思呢? 我這邊的S平方有這麼多的話 它的Sigma square是多少? 第一個S1平方乘上什麼? N1-1加上什麼? S2平方乘上N2-1 除上誰? N1-1加上N2-1 看起來公式有一點複雜 但是其實觀念非常的直接 對不對? 是什麼? 因為S平方本來就是什麼? 就是分子是Sigma square 分母是Degree of Freedom 那現在怎麼樣算這個S平方呢? 我怎麼把它破起來? 它有兩個樣本在那裡 我就把兩個樣本的Sigma square加起來 除以兩個樣本的Degree of Freedom就好了 就這樣子 所以呢,那假如我第一個樣本的Sigma square 我那邊沒有的話 我就用第一個樣本的S平方 除以Degree of Freedom 是不是就是它的Sigma square? 這個值就是第一個樣本的Sigma square 這個值就是第二個樣本的Sigma square 除以第一個樣本的Degree of Freedom 第二個樣本的Degree of Freedom 兩個相加起來 所以S平方就這樣算出來 就有一個新的數字在這裡了 可以嗎? 就用這個S平方來估計誰? 這個Sigma square的意思 那這個S平方的Degree of Freedom有多少? Degree of Freedom是多少? 就是它的這個分子除的Degree of Freedom 是什麼? N1加N2-2 就是N1-1加N2-1的意思 它的S平方的Degree of Freedom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我們下個禮拜 不是下禮拜 就考完試以後接下來要講的時候 下一次要上課的時候 就要用到這個S平方的計算 就是這個樣子而已 可以嗎? 好 我們 所以剛剛的這一題的話 我們接受了以後 我們可以算它的S平方? 可以喔 怎麼算呢? 好 剛剛我們接受了對不對? 這個接受了對不對? 所以怎麼算? 我們把它放進來 我們的SA平方是多少? 37853.17 乘以它第一個Degree of Freedom是多少? 12 加上多少? 加上第二個 15037 乘以多少? Degree of Freedom是6 對不對? 分子呢? 12加6 就得出來一個數字 就這樣 那它的Degree of Freedom S平方的Degree of Freedom 是多少? 18 這樣可以嗎? 因為12加6 18 可以喔 好 接下來 我們要花一點時間 跟大家稍微做一點複習 我們到目前為止 做的幾個 交的幾個Test 比如什麼? 一開始交了Z 接下來交了T 然後C2 然後F 這幾個Distribution 之間的關係 怎麼一回事? 他們之間是有關係的喔 那是怎麼一回事呢? 他們之間的關係是怎麼樣呢? 我們來做一點複習 我們把今天的印象最鮮明 對不對? 先抓出來看 今天的F是什麼? F Distribution 是怎麼樣子? S1平方除以S2平方 這樣叫做F 對不對? F的話有Degree of Freedom 各是多少? 分子分母的 N1-1 分母的是N2-1 對不對? 分子分母的Degree of Freedom 各是這樣子 好 這是F 對不對? 回想一下 我們上個禮拜講的 Ki² Ki² Ki²怎麼樣子? Ki² 分子分子是誰? Sum of square 對不對? 你想一下 Summation и i count 假如是Ai Extra ok Degree of freedom是誰?就是分子的這個sum of square有幾個 然後-1,對不對? 所以Degree of freedom等於多少? -1,對不對?分子的,對不對? 好,把它擺在這裡 這兩個distribution什麼時候會一樣? 第一個,你看看分母怎麼時候會一樣 假如我s²的s²,分母這個s² 它的Degree of freedom變成無窮大的的時候 當我的Degree of freedom變成無窮大的的時候 所以我的s²就變成什麼?sigma²,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沒有問題吧? 所以呢,我假如把上面的f呢 它的分母這個變無窮大的時候 變成f等於多少?s1² 這個變無窮大的的時候 那它的Degree of freedom是變成多少? n-1,對不對? 譬如說n1-1就是n-1 就只有剩下分子了 分母是多少?無窮大 這樣是不是兩個比較相近一點點? 還差一下下,對不對? 分子不太一樣 分子要怎麼樣變成一樣? 分子不太一樣 那2三var 你們才可以看 因為σ²和d 2 分子不太一樣 分子不太一樣 �서我要把它當作為不是 呢,好 因此可以說 其實你也能當作為 ml2 subs光 虜 歐 就變成什麼?我的 chi-square假如除以自己的degue of freedom chi-square除以degue of freedom就變成是什麼? 上面的samo square除以degue of freedom 然後變成這樣對不對? 所以分子就變成誰?變成s平發 分母變成這樣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chi-square除以自己的degue of freedom 它的degue of freedom在哪裡?在分子這個的話 就變成是什麼? fdegue of freedom是n-1跟無雄大的這個數字 這兩個就粘起來了 所以是怎麼樣子呢? 我的chi-square除以它自己的degue of freedom的話 就會變成是什麼?f是什麼樣子? n-1無窮大的 那這個chi-square除以自己的degue of freedom的時候 它的degue of freedom就是n-1 或者是這邊就是 可以嗎?就變成是這樣子 在中文上面有一個定理 它怎麼講? 這一個就是說怎麼樣? 在中文書上有一個定理 如果介質怎麼樣? chi-square是從自由度 分布 等於assom的卡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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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麼介質的話 你把chi-square除以它自己的自由度的時候呢 就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就會變成f-distribution 好 這是一個條童書上 它的敘述是這樣 它的敘述其實就是我們這邊所告訴大家的 我把chi-square除以它自己的degue of freedom 出來其實就是f分子的degue of freedom 除以分母次不窮大的degue of freedom 我們看看表上好了 好 可以怎麼看呢? 我們舉個例子來看 我的chi-square的時候 假設我是0.95degue of freedom 是1的 這個數值 請你找一下chi-square的表 table c5 請你找一下 table c5 你看一下chi-square的表 是在table c5 對不對? 好 你看一下 所以degue of freedom 是1的的時候 0.95的那個 幾率是0.95的那個 是多少的數值? 3.84 3.84 你查到了嗎? 查表 table c5 有沒有查到? 3.84 degue of freedom 是1的 幾率是0.95的 這個數值3.84 然後跟f是多少? f0.95 幾率是1無窮大的 請你查一下 查一下f表 f表是table c7的 那個f表 0.95的這個 1無窮大的 那個數值是多少? 是不是也叫3.84 這兩個數值是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k2 除以他自己的degue of freedom 也是多少? degue of freedom 所以一樣 不足 出來兩個數值 一樣的數值 那你再查一個 f的話 假如是 k2 0.95 degue of freedom 是5的 這個數值是多少? 這個數值是多少? k2 0.95 0.95 除以他自己的degue of freedom 是5的 那個數值是多少? 11.1 好 但是我們說 k2.95 要除以自己的degue of freedom 他degue of freedom 是5 所以11.1除以5 和出來的數值是多少?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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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就是這樣的 那 請你看一下 f0.95 5 無窮大的那個數值是多少? 是多少? 2.21 對 2.21 是一樣的數值 知道嗎? 可以嗎? 所以 它就是 k2 你除以自己的degue of freedom 出來 就是f 這個的意思 對 這個的成立 所以你可以看到 萬一你出去考試的時候 你要用k2的表 你找不到k2的表 如果f 是可以得到k2的 好的 如果不需要k2的表 有f 你就可以出來了 知道嗎? 好 但是 還沒有講完 所以我們把 第一個關係式 放在這裡 這兩個的關係式 是這樣子的 f跟k2的關係 是這樣子 對 我們再回來 去前面的 所以 我們得到第一個關係式 就是 k2 除以 f 是怎麼樣 需要 可以的 這個是 第一個關係式 然後 我們回來 要看 什麼 複習一下 我們 原來 講的t跟z 的 是屬於 t呢 是怎麼樣 我們先講的z 對不對 z是怎麼樣 z怎麼樣 z 可以是 variable 是y 或者是y bar 都可以 對不對 假如variable 是y的時候 減掉誰 z的時候 都要減掉mu 對不對 注意誰 就是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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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子? 好,那麼,還有是什麼東西呢? 有T的Ray,跟Z相對的是T, 樣子長得很像,但是什麼? Sigma用S來代替的Ray,所以是什麼? Y解μ书與S,就是這樣子, 這是一個T,Deguarial Freedom是多少? 就是S的Deguarial Freedom,對不對? 這樣子,那麼這個也可以是一個T,是什麼? 假如我的Variable是Y bar,不是Y的的時候, 減掉μ乎以根號2分子S, 這個也是一個T,對不對? 對不對?Deguarial Freedom也是N-E,對不對? 好,這是Distribution, 好,第二個關係式是怎麼樣子? 我的T跟Z的關係式是怎麼樣子? T的Deguarial Freedom,假如變成無窮大的時候, 也就是說我的N的Size, N,Sample Size變無窮大的時候, T就變成什麼?Z的Bring, T的Deguarial Freedom, 無窮大的時候,等於Z,OK? 沒有問題,T的Deguarial Freedom變成無窮大的時候, 是不是就等於Z?這個可以吧? 第三個關係式,你記得我們在講KiSquare的時候, 講到KiSquare其實是怎麼樣子? 把它變一個形,是怎麼樣子? 是怎麼樣子?是怎麼樣子? 這個,Deguarial Freedom是 這個,Deguarial Freedom是 有沒有?有一個這樣子,叫什麼? Summation zi平方,是不是? 這是不是Summation zi平方? 這個是什麼? Summation zi平方是 這個,KiSquare,Deguarium等於多少? 等於N的,對不對? 不是N-1喔,差在哪裡? 差在這裡,對不對? 這個-mu,這個是-ybar的,對不對? 所以這個KiSquare是怎麼樣子? 這個KiSquare是等於 什麼一選Zi平方,Deguarium的 N的,好,從這邊開始喔 Z,那假如我這邊Deguarial Freedom等於1的時候呢? 這個,就是變成什麼? Z平方,沒有加的,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只有一個I,從1到N的值 N的值等於1的時候,是不是就是Z平方? Z平方就是KiSquare,Deguarium等於1 上次在講KiSquare的時候 是不是用到的這個特質 導出來的KiSquare的加乘性 有沒有?才導出來這一個 好,所以Z平方是怎麼樣子呢? 是KiSquare,然後呢 KiSquare,Deguarial Freedom等於1的 就是等於什麼? 等於Z平方,對不對? 有沒有問題? 所以呢,KiSquare,Deguarial Freedom等於1 又是什麼? 這個,繼續 把這兩個再放在一起 所以我們的Z平方就是什麼? 就是什麼? KiSquare,Deguarial Freedom等於1 KiSquare除以1 等於什麼? 啊? F,Deguarial Freedom是1 無窮大 有沒有問題? 第三個關係是 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樣 在D平方的時候 其實就是F1無窮大 其實就是F1無窮大 可以接受嗎? 好 沒有問題的時候 因為什麼? Z平方就是KiSquare,Deguar Freedom等於1 那KiSquare,Deguar Freedom等於1 KiSquare除以1 就等於什麼? F1無窮大 所以就把Z平方轉到了F這邊 所以Z平方就等於F1無窮大 這樣的關係是 可以嗎? 可以去查一查表喔 我們Z平方 把Z的那個值 把它平方起來 你看是不是等於F1無窮大 那個圖 一樣 OK 好 第四個 關係是 T帶進來 T跟F的關係 這個是最常用的一個 T平方 就變成是什麼? T的話 它的 無窮大的話 就 Deguar Freedom 無窮大 就變成Z 所以 T的平方 假如Deguar Freedom 變無窮大的時候 就變成Z平方 對不對? 是不是 就變成是什麼? F E無窮大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的? 可以嗎? T平方 T平方的的時候 是不是等於 這個 T 當它的Deguar Freedom 變無窮大 是不是等於Z 可以吧? 然後呢 這個Z的話 假如是平方起來 又變成F 無窮大 所以 T平方這邊 假如無窮大的時候 其實就是等於F E 無窮大 可以嗎? 好 那這個 假如 不是無窮大的話 就是變成F E 這個而已 所以 這是我們第四個關係 是不是這樣的? 舉個例子讓你看喔 所以呢 我們看一下 那個表上面的 我們可以查一下表 T的0.025 T的多少呢? 0.025 Deguar Freedom 是多少呢? 是十的 請你查一下這個數字 Deguar Freedom 是十的 T0.025 的值 是多少? 請你查一下 2.2228 把它平方起來,等於多少? 4.96,對不對? 有沒有查到這個? 0.025,DQRV等等於是10的 這個是DQRV等 OK,這是它的機率 也就是說,這個機率的值 這個是0.025 這個是2.228 這個是-2.228 你可以查到那個數字 跟F F多少呢? 1多少? 10多少? 0.95 這個是0.95 R化的量 這個是1半 2分之R化 這是整個的 1-R化的量 好,這個是多少? 0.95 E10的那個數字 請你查一下表 今天的那個F表 這個10等於多少? 4.96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呢,表示說什麼? 我的T平方這個數字 等於什麼? F的這個數字 是相同的 那麼,這個是 從此之後 你們最會利用到的一個關係式 T平方等於F 或者是呢 當裡面有T表 只有F表的時候 可以怎麼樣? 我把F開燈號以後 就變T的數字 會嗎? 而且是1 然後後面的這個 分母的 就是我T的這個 但是這邊呢 要變一半 這邊是平方 所以是一半的字 所以你看到的是什麼? 誰最好用? F最好用 由F了以後 你Q2做得出來 也查得出來 對不對? Z也可以 T也可以 找得出來 所以呢 大概怎麼樣? 只要給你一個F表 就總片片下無敵手 通通都可以查得出來 很厲害齁 所以 這就是他們的關係式 第一個關係式 是這個 Q2跟F的關係式 這是我們這兩個禮拜講的 然後接下來 T跟Z的關係式 你不要隨便無窮大的時候 T就能夠另 第三個呢 Q2跟Z的關係式 導出來 Z平方跟F之間的關係 就變成Z平方跟F這樣 第四個呢 所以 T平方跟F的關係式 這樣 OK? 所以有了這些關係式以後 你在用錶這個的時候 或是 在做這個Test的時候 你就比較能夠 這個 暢化一點 制度一點 明白 好 我們今天就